东北角及伊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协同三雕角有限公司 今天在新北市共辽区卯奥渔村内 举行了卯奥故事馆 奥交咖啡开幕活动 以其成为卯奥渔村重要活动据点及观光亮点 吸引居民聚集及观光客朝圣 提供地方适当教育活动场域 非常适合游客体验渔村慢生活 其实很美丽 然后我们这边也很有文度 也很有文化 那我们这边咖啡很好喝 蛋糕很好吃 那希望客人能过来我们这边 体验这边比较淳朴 然后又有具有深度的一个旅游行程 另外非常感谢我们东北角 那个很努力的在共辽地区 帮我们做这样一个特色的一个景点 那个介绍 特别在我们里长跟里长 举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今天海女文化也这样的特别 所以光新北市政府 应该有非常多团 都是来这个地方 来仓榜我们的海女 来仓榜我们的共辽女路 马奥故事馆在2023年为串联周边自行车道 提升马奥渔村观光价值 由东北角管理处着手整顿规划 在2024年竣工新建完成 由在地业者成租并命名为澳焦咖啡 我非常感谢我们国家风景特径区 东北角管理处 在马奥湾又弄一个亮点 美景美食就是要一个好的咖啡 然后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很佩气的地方 它整理的这么干净 而且变成像的整个马奥湾的海洋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优质的喝咖啡的地方 欢迎所有游客能够光临马奥湾之后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喝一个非常优质的咖啡 马奥渔村以海鲜小吃闻名卖店 则提供这区的饮品修器场域 以其缤纷水果装点 多色彩调 营造沁凉冰品美感 提供氮气咖啡 冰砖拿铁等等 为细水或自行车游客 在酷热或疲惫的游城 提供修器场所 介绍为共聊采访报道